现在真是太纠结了 你看收盘的时候 收了个红角线 而且大盘在这个位置 又在20线上方挺住了 那么黑周四不黑 可是另一方面你来看 其他几个指数可都黑着呢 首先来看生成值 看跌了这么多 再来看科创版 瞧也跌了这么多 再来看创业版 也跌了这么多 而且创业版下午的时候 差一点跌破2000点整数关口 最低点2002点嘛 那么这个看起来 是不是黑周四 我们现在已经成立了 另外再从这来看 今天下跌的个股 3730多家 上涨的只有1100家 下跌的是上涨的 三倍还多呢 那你说这个算不算黑周四呢 假如他要是算黑周四 那这说红了又是咋回事 来我们看K线图 这不是红角线 而且今天仍然是跳空高开上涨 是不是这样啊 这不是吗 跳空高开一点 然后全天震荡 虽然这个震荡呢 是一个比较窄幅之间的震荡 但今天无论如何 上证指数是上涨了 这就代表着黑周四不黑 好吧 我们就接受了 那么有的人就在说 哎呀这真是 指数不跌 个股跌 这个人家大盘上涨 自己的账户不涨 这很闹心 所以我把它定义为 今天非常纠结 也不要说今天黑周四 黑不黑的问题了 关键就看明天了 时间 现在看起来啊 你看高点呢 在不断的降低 而且这每一天高点 都在顺次降低 那么现在可到了一个 关键的时刻了 大盘在一个这个三角形之间 做一个窄幅的收敛 而且如果给下面 画一个小趋势线 这里可到了一个收敛的末期 那么再有这个三到五天 也就是下周之内呗 那这个位置就应该出现明朗 明天是周五 以往不都是说 周四要是不是黑周四 周五就黑吗 我们也很害怕呀 因为在此前这几周 可都是这样 周四不黑 周五来个大盘棒 是不是啊 这不就是周四不黑 周五黑吗 那么现在那句话又出来了 叫十五的月亮不圆 十六圆 周四不黑 周五黑 所以明天考验大盘的时候到了 今天大盘考验最多的呢 就是三千一百点 能不能守得住 今天不但守住了 而且差一点点要下来的 这个时候 差一点要下来了 又上去了 就这个位置已经很积极可危了 那么我们已经准备好子弹 下午时候 我不准备干一票吗 但是今天没出现机会 没出现机会呢 我们就等一等 最起码指数上 现在看是有人在主动的互盘 你比方说 比较大的像银行啊 保险啊 尤其煤炭呢 就这些个顺周期一类的 我们先看一眼煤炭880301 你瞧 煤炭今天直接突破平台 1234567 这不是七个小矮人 一个白雪公主吗 每次都是这样 非常纠结 就在大家都以为它不行了 或者怎么样 人家就开始立着往上跑 那这种情况 就像煤炭 把大盘给拽起来了 另外我们再来看保险 880473 你看 今天保险 下午的时候啊 如果没有保险这几波上帅 实际大盘早就下去了 是不是这样呢 再来看券商 880472 券商这不也是吗 都在积极可悲的时候 出现了 明显有资金在这块互盘的迹象 不过这些东西呢 都没有改变 就是大盘目前现在的性质 那么你看 以券商为例 券商不管现在什么样 是不是还是在下降趋势当中 并且这里已经破位了 没错吧 而且下面成交量 已经啥也没有了 你看今天好像是拉升 但是跟以前的成交量 一看 是不是都说的不能再说了 就是这样吗 另外再看这个 这个是啥呀 这不就是上面白颜色线 是大盘全中指标股 下面这个黄颜色线 是小盘股吗 这不仍然是小盘股 被大盘股带着往上 而且还带不动吗 那么这个位置就看明天了 能不能撑得住 全在一念之间 那么不光是这个东西 我们再来看 深层值 深层值虽然中午的时候 这个位置差别比较小 但是下午在下跌的时候 明显能看出来 是小盘股比大盘股跑得快 就是有人按捺不住要出逃 来我们再来看 科创版 科创版是不是也是这样啊 刚开始好像小盘股大盘股还行 到后来开口逐渐加大 直到两点钟附近的时候出现跳水 那开口加的更大 就证明小盘股比大盘股 人们要往处跑得意愿要强 最后看一眼 创业版 创业版是不是也是在一点半到两点七千 开口再加大 我们怕什么 就怕小盘股撑不住 而现在偏偏就是小盘股撑不住 中午的时候 有三千六百家小盘股下跌 就是大盘股小盘股啊 那下午收盘的时候 有三千七百多家下跌 那么就是下午的时候 我们跌幅已经扩大了吗 那么在指数方面呢 我们还得回到上证指数 你说它是红盘也好 还什么也好 这不是跟中午的时候 还有所抬高呢吗 即便是这个位置中午 还有所抬高的时候 可是下跌的股丢了 这个多了 就像有人说 说钱没了 现在没找到位置 到底是怎么亏的呢 不知道 那现在我们看的 这不很清楚吗 就是除了一些个大盘 权重指标股 在这利托护盘 那其他的可都不咋地 好 那么在这要看一个 就这个位置 就要看明天 如果上证指数 都守不住二十的线 那他可能一下子 直接就蹲下来 如果这个位置的下蹲 那么如果要是跌到这个附近 把缺口回补上 这也是个不错的选择 这不也算是深蹲起跳吗 人那位说 这蹲一下去 也没算深蹲呢 我们展且看到这吧 因为不光是大盘 在这块已经到了 什么三千点附近 是不是三千零五十吗 更主要的是创业板 还有科创板 这些东西都已经差不多了 就连创业板 盘中都已经创了新低 三年多来的新低 这不是两千零二点吗 就那么一丢丢 马上就要跌破 两千点整数光口 另外大家再来看这里 深层指 深层指 如果再往下一跌 那是什么样子 如果真的要是往下跳一下水 那这个位置 那么直接就摆 一万点整数光口跌破了吗 看到了吗 现在指数之间分化的 就是这么大 这个三成指 要跌破一万点整数光口 创业板要跌破 两千点整数光口 这都很糟糕 那只有上证指数 在这块呢 还算是坚挺 这个里面还步伐 都是上证五零啊 就这一些个东西 他们在力挺力撑 你看上证五零啊 上证五零 这不还在这呢吗 那么上证五零翻过来 这不是今天走的跟大盘 一模一样吗 是不是这样啊 所以说我们感觉到 这个位置指数上 有点失真吗 那么如果人家真的 要是摆上证指数 跟咱们的啊 要是晃晃个儿 那就很麻烦呢 所以给大家提个醒 上证指数 现在已经失真了 那么我们怎么办 我们再调回到上证五零啊 大家看 它是怎么失真的 来每次可没这样 我们添一个叠加品种 叠加品种双拼到上证指数 好了 大家看 这不是一模一样吗 是不是这样啊 所以说在这呢 也不要想太多 既然呢 在这个位置 我们已经看到说 这个位置呢 不咋地 那剩下的 我们小心不就行了吗 那么主要的就是 还是看上证指数 假如在这个位置 真的要是想跳水 回补缺口的话 我们只能慢慢地接着 如果说真的跌下来之后 按照这种盘口时间操作的话 我们在这个位置呢 可能还能买着不错的点位呢 也就是跌下来之后 我们不就更放心了吗 就包括 深层指 假如真的要是跌破万点大关 是不是也算是不破不利 那么破了之后 就无所谓了呗 那么在这个位置 就像早年 大盘在2005年6月6号 跌破了1000点整数光口 不就迎来了上涨吗 另外我们再来看 创业板 创业板在这个位置 是不是也要是在2000点整数光口 一旦要是跌破的话 会不会就吹响了上涨集结号 所以这些东西呢 我们也不要多想了 那么更主要的看一看这儿啊 权重指标股债长说过了 现在就是这里 下午的时候 又开始往处流出了 北上资金 北上资金不要闲适的往处跑 我们担心它什么 那不就担心北上资金以后 就是港股那边 就是以后彻底的就那样了吗 如果港股那样了 我们就没有办法到港股 再发行股票了 就是那块市场 如果缩水缩的太反 没有了活水 我们上市公司到那块融不到资 那也是没有用的 所以说港股那呢 我们密切关注港股 不是说它有多么聪明 聪明 它也就是聪明一时呗 那么为什么最近连续沙跌呀 那不就证明 他们是对未来预期的一种不确定吗 那么带在这种思维 我们冷眼旁观的话 大盘在这个位置啊 往往还真得看北上资金到底怎么样 因为它能代表外面 外面不是咱们国内 人家可不管咱们三七二十一 人家该怎么做就怎么做 现在的意思就是不断的在出逃 人家之所以不跳水 或者是不蹦极式的往下跳 就是为了慢慢出货 这样来讲呢 不容易把股价打得出一个大坑 好了 那在这我们总结一下啊 既然大盘在这个位置 像这个创业板2000点整数关口 还有咱们生成值 1万点整数关口 甚至啊 咱们大盘上证指数 在这个位置呢 也要面临着就这么一个 三千零五十点关键的支撑位 那么这些东西呢 到底能怎么走 就在这两三天也就出了结果了 所以我们再留下点耐心 那么怎么办呢 尤其是手里的股票该怎么办呢 假如这个位置 你看今天仍然有1100多家在上涨嘛 要是我们手里的东西 刚好是这些强势品种 沿着五日线呢 甚至沿着十日线呢 再做一个上升趋势 那么持股代涨不要卖肥 一旦我们手里的品种 跌破了这些支撑位 甚至把二十线都跌破的 那我们就不要跟着了 这样来讲呢 我们不能参加下跌调整的同时 把资金出来 往那种低位 有拐点的地方去盯 我们才能不参加调整的同时 跟上新热点 新题材 不被市场边缘化 好 明天早间 我还有早报 喜欢股邦呢 可以加关注 我一发出 我一发视频 你第一时间就能收看到了 明天早报报 我会把今天尾盘发生的很多消息 尤其是外盘 还有我们中外股的表现啊 都一起用早报报的形式分享给大家 因为这些东西 会直接影响到我们明天大盘的走势 朋友们 明天早报报 见 明天早报报 明天早报报报